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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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裡很酷欸 我們是走了一個時光隧道嗎 對 好像回到那種 以前的那種舊時代的感覺 對 我們是從一個 這麼現代的一個建築 然後只是稍微走一段路出來 已經變成這種有沒有 這種老城的那種 老建築的那種感覺 有點像我們台北的大稻辰 那種老街有沒有 老街裡面的一間真正的老店 好豐盛 它口感很豐富 每一口就是配料很多 是辣農飯 我們最最有名的是辣農飯 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我們也會很熟悉 歡慶團員帶你享用道地海鮮 找回傳統的智慧 吃進海鮮的原味 你的朵立冒煙了啦 然後我就想想 好好看的畫面 湯汁已經是滿到 要衝出來的這個感覺 大雞大利 品嘗海南必吃名菜 發現海南雞的源頭 學會聞槍雞的出楼 它這個真的是 有沒有油油亮亮的 你看 雞字踢出來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我覺得 這個也可以改叫做 循子雞有沒有 福星高照 經典河熱蟹越吃越過癮 這是另外一個 河熱蟹高嗎 河熱蟹高 河熱蟹 這麼酷啊 我覺得它高吃起來 有一點像是鹹鴨蛋黃的口感 邊吃邊玩迎新春吃好運 我是海南島十全十美的愛玩客 有沒有去過迪化街嗎 有 大稻城那邊 有 滿像的 也都是這種舊的這種建築物 它都是舊的 完全都是舊的 然後再去做一些裝潢什麼的 那妳知道來到這種老城區 有很多賣吃的東西 對 有很多餐廳 對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時間 現在是早上嘛 應該是要吃早餐的時間了 所以我們這個 賣湯飯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好 老闆 請問你們這邊是吃什麼 吃辣湯飯 我們這裡最有名的是辣湯飯 辣湯飯 這是我們招牌 是你們的早餐嗎 對 我們的早餐 辣湯飯第一次聽到而已 對 這是在我們團地是最有名的辣湯 早上都要吃這個 對 我們早上都愛吃這個湯飯 這個就是辣湯對不對 對 就是有這個東西是不是 對 是 辣湯裡面有肚子湯皮 肉都有 就是有一些豬雜 然後酸菜 感覺目前這個東西看起來 有點像我們台灣那個有沒有 我們有時候吃酸菜大腸豬血湯 有 有一點 但是我們不會配白飯 我們可能配滷肉飯或什麼 還滿特別的 對 這個是我們早餐的 最好吃的 這個歷史這樣有多久了 我們歷史有幾十年的歷史 在這裡 以前在這裡就是賀水扇碼頭 老師把麵包餅吃 然後現在慢慢發展 然後現在那位地的人都愛吃這個 當地的特色很好吃 當地的特色很好吃 對 阿華斯 來一碗 要 你們是不是跟我一樣覺得很熟悉 位於海口的旗樓老街 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 能夠被完整的保存下來 更特別的是一條老街 竟然都是賣辣湯飯的 聽老闆娘說 各地的人都一定要來上一碗 加上每間店都坐滿了人 讓我更期待它的味道了 不過剛剛我稍微瞄了一下 這個湯看起來一點都不辣 該不會辣湯只是一個菜名吧 所以大姐這個就是你們的那個辣湯飯 跟辣湯粉 但我覺得這個蠻有玄機的 因為目前看起來不像有辣的感覺 對啊 什麼很辣湯 還是一定要加這個 不是 不是 辣湯飯是我們裡面已經加那種白胡椒熬成了 所以那個辣是白胡椒的辣 對 它是用成果 用胡椒熬的 不是用加辣椒 先吃吃看 先吃吃看 先吃一下 你們看這個飯 有多大碗 早餐就吃這麼多 對 所以它這個是就直接配蛋跟 沒有 它就是一口飯 一口飯 一口湯 對 一口飯 一口湯 白胡椒那個味道還滿濃的 對 然後酸菜的酸味還滿夠的 這酸菜算是滿酸的 就是味道還就是會滿醒味的 喝多糖 開胃的感覺 你吃吃看 我覺得吃這個東西 我大概能明白大姐的感覺 應該是這種 一點來可能我們就先這樣子 開一口湯之後 可以 可以了 就吃一口飯 再夾一點就是 然後夾一點這個 配菜這樣子 那種內臟的感覺 然後這樣沾著 然後再用這一口 是這樣吃吧 是的 大概是這樣的 因為我真的很常 在市場裡面吃東西 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我們也會很熟悉 因為其實這個就很像 我們在我們台灣的小吃攤裡面 我們吃到的那一種 酸菜豬腸湯 或是說什麼酸菜豬肚湯的那種感覺 只是它這邊就是因為胡椒放比較重 那在台灣我們是 只有大骨湯跟酸菜而已 基本上沒有加那麼多的胡椒 我覺得你這個內臟處理也都非常好 因為其實很乾淨 沒有那種豬的那種 內臟的那種油脂的味道 然後泡在這個湯桶裡 其實你不沾醬已經很好吃了 你可以吃到整個人的原味 我覺得很香很好喝這個湯 這個辣湯飯讓我想到 在韓國吃的湯飯 只不過韓國的辣湯 表面上浮著一層紅油 辣度要經過喉嚨之後才會明顯 而海南島則是使用了辣胡椒熬湯 表面上雖然看不出來 但一入口就會感受到辣的刺激 不過搭配微微的酸味 喝下去反而讓人覺得舒服 甚至胃口全開 難怪每位客人都能自己吃完 滿滿的一碗飯 我看這家老街還滿多老店的 隨便挑一間一定都很好吃 前面那家店竟然敢稱百年 好 就決定是你了 我們現在來到老街裡面的 一間真正的老店 而且你看它直接用海南島 這個海南來命名 感覺是非常非常道德的 真的嗎 對 好特別喔 豆豆 你先去找位子 我可以跟老闆搞關一下 老闆你好 你好 你們是賣海南粉的對不對 對啊 我看你這個跟我之前吃的 那個鮑螺粉 厚圓粉都不大一樣 不一樣的 這是更傳統一點 我看你這裡面 你要介紹一下有些什麼調料 蛤 很多種 十多種的樣子 這個是酸菜 這個呢 牛肉乾 然後大片 大片 大面 然後還有什麼 上面那些是什麼 牛肉 豬肉 海螺肉 海螺肉 每一種都要加在海南粉裡面 是啊 攪拌起來就吃 攪拌起來就好了 攪拌起來吃 當地人每天都吃這個 對 就吃這個 那你們沒有賣湯還是什麼的嗎 有啊 你吃到一半菜 豆糠來吃就好吃了 當地人都就這樣吃 是這樣吃的就對了 哇塞 這是不是很像我們的海灣 有各種的肉圓一樣 沒想到海南島 也是各地都有自己的粉 在山亞吃到的 鮑螺粉和厚鞍粉 還有淋水的酸粉 都有各自的特色 都非常好吃 不過這個粉 居然大排到 可以用海南來當名字 我一定要好好來品嘗它 有什麼過人的美味 海南粉上桌 好澎湃 對 我覺得海南人 真的很幸福在這邊 因為你看我們 我們連吃湯飯也是一大堆料 然後包括這一小小碗的海南粉 裡面剛剛老闆說有十幾種的配料 對啊 我剛剛看 有牛肉乾 有豬肉 這真的是有十幾種 我們來把它拌一拌 如何 它口感很豐富 每一口都是配料很多很多 然後我吃到豆芽菜的酥脆 而且它是有點涼涼的耶 它不是那種很熱乎乎乎 它是有點涼拌的 涼拌麵的感覺 然後它的醬料有一點酸酸 有點像是醋 醋的酸 而且我覺得這個粉很特別 是之前都沒有看過的粉 它有點像是很細很細的米苔木 但是它很滑 就是滿順口滿好直接入口的 你喜歡吃涼麵的人 你會很喜歡這個東西 因為它這麵條其實吃起來 有點像越南的那種米粉 有一點口感 但是它不是太硬 但也不是太軟 重點是它吸飽這個湯汁 然後這個滷汁其實我覺得調得很好 就像妳講是有點酸酸辣辣 我覺得會有點像 我們在台灣吃水餃的時候 那種酸辣湯的那種感覺 只是它是涼的 然後沒有那麼辣 但是這個酸味這個味型是在的 就是還滿舒服的 然後就像它這個很多的配料 就除了這個米線之外 對 你可以吃到就是豆芽菜的這個脆 酸菜的酸 對 然後這個肉燥還有這個筍絲 什麼整整的這個感覺 對 唉唷 真是的 明明剛剛才吃完一大碗的辣湯飯 沒想到海南粉酸酸的滑順口感 加上脆花生還有芝麻末的香氣 馬上就讓我的胃失手了 白年老店果然名不虛傳 不過我剛剛看到在地人 好像還有一個吃法喔 要喝湯 我去拿湯給你 要配湯 你也太快了吧 太快了嗎 沒有啊 可以啊 可以啊 你想喝你就喝啊 要咬那個湯還可以 海螺在我們的碗裡 海螺在我們的碗裡 來來來 好新鮮 好鮮甜 你喝啊 海螺味很重 對啊 我剛剛以為裡面會有海螺耶 好像要去外面加一點 不是啦 不是啦 不是嗎 老闆說的啊 海螺是我們這個碗裡面的這個 那這個是海螺湯啊 對 不是 不是加的意思 他就說 不是 我來跟你解釋一下 我以為這裡面會有肉 不是 不是 不是喔 對... 對 顧名思義好像是裡面有肉 但是其實這是很明顯 是他去燙這個海螺 剩下來的這個湯 他沒有把它浪費 因為這個是很鮮的高湯 那蛤蜊湯 你就會覺得裡面會有蛤蜊啊 對 太陽米裡面怎麼沒有湯 其實這個湯就是滿清淡的啦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調味料 就是它就是海螺的香味而已 然後可能我覺得這樣搭 是因為這個麵的口味比較重 所以就配一個比較清爽清淡的湯 這樣子搭配這樣 其實你這種喝法啊 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我剛剛觀察了一下 其實我發現這邊的人啊 喝這個海螺湯 它一個滿道地的喝法就是 就像我們這甜不辣一樣有沒有 你那甜不辣吃完 有剩一些甜醬啊 那這邊也是一樣 它就是有一些剩下的配料啊 我看還滿多人是這樣子 就直接把湯沖進來 好多喔 好過癮喔 因為我剛剛喝到的這一口 剛好就有酸菜 所以你看這個高湯在配上酸菜 所以你看又有料你知道 忽然就覺得更豐富了 因為原本海螺湯覺得有點單調 然後你這樣子整個很過癮 我喜歡這個...對不對 舒服 今天更有味道了 太棒了 我猜老闆把這個海螺湯保留下來 不只是因為不想浪費 更提高了海南粉的層次 而且湯和粉完美的結合出爽口的味道 真的是讓人意猶未盡耶 還有我發現這裡很多建築 至少都有200年以上的歷史 在這樣的環境下 吃著吃著就覺得更有味道了 啊 我記得剛剛大姐有提到 這裡原本是碼頭 我想這裡的海鮮一定也很好吃喔 不過一個 你現在這樣是要幹嘛啊 先生 你有事嗎 我沒事啊 你為什麼要帶這個 這是什麼啊 妳現在覺得很好笑嗎 不是 它被你的穿搭太衝突了吧 可是這個很重要 這是海南的傳統斗笠之衣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要來這邊幹嘛 我們今天來這邊是要吃海鮮 等一下我們要吃的海鮮要靠它 吃著它吊搭 不會啊 看看 戴口罩滿好看的啊 不是 為什麼吃海鮮要靠斗笠啊 等一下你就知道 哦 走啦 好啦 妳看看 妳看看 都看到 哇 我是不是說要吃海鮮 有沒有 可以 好厲害喔 這邊就已經有這麼多種龍蝦了 好怕吃喔 對 但是因為有太多種類了 我不知道要怎麼跳對不對 來 這個是翁總 你好 翁總你好 你好 我跟我的partner說 我們要吃的海鮮跟這個有關係 他不相信 真的是有關係的 到底怎麼有關係 怎麼可能啊 那這樣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這個海鮮池 我們先挑一些海鮮 對 等會這個海鮮我們上桌後 我先告訴你聽這個 跟我們的海鮮有什麼關係好不好 對 等一下 這個東西很特別 我會嚇死 我不敢靠近 我跟你講 我可怕 超可怕 這沙蟲我有聽過 原來就是講這個樣子 對 這是活的沙蟲 而且它是活的 新鮮的 妳看一下 妳怕 它不會咬的 不是 它是更多活的 新鮮的 好笨蛋 真的 真的 超蚯蚓 它是有點像蚯蚓 所以這個沙蟲是營養價值很高嗎 營養價值非常的高 它和蛋白質非常的高 那我們等一下要吃的那個東西 這個沙蟲適合嗎 不太適合 不太適合 但是我覺得一個方法 很適合吃這個草 就是生吃 我拿回來 好啦 我們趕快看別的啦 這根本就不恐怖啊 哎唷 明明是你人家嚇我的 人家沙蟲好好的躺在那邊休息 為什麼要打擾他們的清閒呢 好啦 我們趕快拉回正庭 你說這個斗粒跟吃海鮮有關 最有可能的就是帶著斗粒去捕魚吧 好 難道說這裡會特別用斗粒 來囉 海鮮 哇 明顯 你看這個 美女很喜歡吃這個口味 超大一顆 好 我選了 好 這樣分量夠嗎 可以 可以 還有這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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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自己 好棒耶 這好新鮮喔 是 它都是... 逗逗 我這是在為觀眾測試一下 海鮮的活力啦 雖然在海南島 幾乎處處都能吃到海鮮 但海口的價格可是相對便宜喔 不過說到這裡 你還是看不出來這個斗粒 跟海鮮的關係嗎 你還是看不出來的 我不懂耶 到底是為什麼 這個呢 它是一個我們早期的一個斗粒 而這位帥哥頭上戴的這個呢 它其實不是這個斗粒 它其實是我們在這個 蒸汽海鮮裡面的一個 鍋蓋 鍋蓋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餐廳的每一個桌上 通通都有一頂這個 它寫的是鍋蓋 好好笑喔 你們有猜對嗎 搞了半天 原來這個是鍋蓋耶 不過待在頭上 一點都沒有違和感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有點奇怪喔 該不會是老闆 聯合起來耍我的吧 這個要怎麼用啊 你的斗粒冒煙了啦 這是鍋蓋 不是斗粒 所以現在是 裡面是已經在做什麼呢 它現在已經開始在 那個蒸汽已經開始在 加熱 加熱啦 那我們達到一定的溫度過後呢 我就可以把我們這些食材 往這裡面放 所以這個是我們現在要吃的是 一個蒸汽式的海鮮 對... 可以打開了嗎 小心燙喔 可以打開啦 原來是這樣喔 那桌上為什麼還有這個米呢 這個米是這樣子的 我們這個米呢 等會就會把它放在這個底層 這個底層呢 讓我們那個它有一定的水分 然後我們的海鮮放在上面 它爭環過後 然後海鮮的鮮味 一些汁 它就往這個米裡面去滲透 那出來這個米呢 就會有海鮮的鮮甜啦 超美的喔 高湯西飯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現在把螺放上來 對 第一個先吃螺 先放螺 為什麼先吃螺啊 因為螺是比較容易熟一些 它有水分 然後先讓那個米 先讓那個米充足了 這個螺的鮮甜味 在裡面慢慢再熬著 所以翁總 你剛剛說這個 斗粒有一個特別的功用 是什麼功用啊 你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 你先放上去 告訴你眼裡 放上去 你看這個 你看到現在這個熱氣呢 是從這個斗粒的邊緣上 全部冒出來 看到嗎 是 那你再把那個平糖的鍋蓋 你放一下 好 來 來 你放一下 放一下 這時候這個... 這裡面全是灰灰一層層的 全是霧氣在裡面 那這時候它的霧氣 散發在哪裡 它的水分在哪裡呢 其實都流入到了 這個海鮮的肉汁裡面去了 那這樣呢 海鮮它就... 因為它海鮮本來就有一定的鮮甜 再加上這些蒸氣啊 蒸氣本來就是水 那它滲到它的肉汁裡面 它就淡化了 它這個海鮮沿有的鮮甜 那我們經過這個鍋蓋呢 它就可以把一些沒必要的霧氣 把它排除在外面 或者吸收在這個鍋蓋的邊緣上 就不會造成這個海鮮 吸收過多的水分 導致它的鮮甜味降低 這也太聰明了吧 這個等於是 它像是有呼吸孔的這個 對 就像一個海綿 它會吸收那個 像是拿有沒有 但是它又不濕那個溫度 它也保持那個溫度 它一樣可以聚熱就對了 對 這個好聰明喔 所以你這樣把它打開 它其實蒸氣會 會吸在這上面 然後不會說 把那個多餘的水分 滴下去去淡化它這個 海鮮的那個甜味 什麼 沒想到這真的是鍋蓋耶 看到蒸氣一直從斗粒的縫隙中冒出來 就讓我想到台灣傳統的竹蒸籠 感覺有異曲同工之妙喔 難怪人家常常說要遵循古法來料理 讓食物更有味道 這真的太聰明了啦 聽老闆說在海南島可以看到很多賣蒸氣海鮮的店 不過只有他們家使用這種鍋蓋喔 所以因此最能吃到海鮮的原味 真的假的啦 我好想趕快吃吃看喔 2 3 登了 哇 好好看的畫面喔 這也太好看了吧 還有這個水 它水好多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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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喔 怎麼樣 超厲害 很燙 它水分超多 而且好大一顆 肉好厚 好過癮喔 而且你要喝這個湯 重點是你看我這一顆 湯汁已經是滿到要衝出來的感覺 以前都覺得吃一些清蒸的蛤蜊已經很好吃了 可是利用這個斗粒的方法 它不只就是保留蛤蜊的鮮味之外 我覺得重點是這個肉質 它也這樣很Q彈 然後很水分 而且每咬一下都還有水這樣在噴出來的那種感覺 它一直要噴水出來 對 一直要噴水出來 水超多 你是不是沒看清楚 我可以在追追 只要噴 欸 我說痘痘 你到底在緊張什麼啊 這麼美味的蛤蜊我怎麼捨得浪費呢 說到這個蒸汽海鮮 千萬不要小看它喔 這不僅是要先用對的鍋蓋 還要拿捏蒸的時間 再加上新鮮的海產 幾個要素的結合 才能完美的吃到海鮮的甜味 不過最特別的設計 就是它讓海鮮的精華 慢慢的流到底下 讓這個湯的精華 慢慢去燉煮這個米粒 我光想就知道這煮起來 一定非常好吃 剛剛是都沒有湯汁 現在是整個是 它現在好像粥一樣 對 你看 原來 這湯屬於感覺 小心燙喔 你看它是 它是有這個湯汁的這種感覺 沒有 怎麼變像粥 我們剛剛湯汁的時候 根本沒有這邊水 對 聞起來是只有淡淡的海鮮味 好鮮喔 它真的是充滿了蛤蜊 然後跟蝦的甜味 然後還有魚的鮮味 好新鮮喔 妳有發現嗎 我們之前在講說 人家說喝茶會回甘 可是第一次是吃這個粥 妳吞下去 嘴巴裡面還是有那種 甘甘的那種你知道 回甘的那個味道 就是海鮮的它那種鮮甜 很舒服耶 對啊 什麼最新鮮 用海鮮的原汁燉出來的粥 最新鮮啦 它的味道完全超乎我的想像 剛開始你會聞到魚蝦的香氣 接著是天然的海鹽鹹味 吃著吃著 海鮮的鮮甜 會逐漸的在你嘴裡竄出來 就好像魚蝦蚌殼伴隨著粥 悠遊在妳的口中 讓你意猶未盡 我建議你們可以選擇 自己喜歡的海鮮 來特製專屬於你的 海鮮精華粥喔 說到這個精華 其實在海南島 還有不可不吃的精華料理 為什麼這邊會有馬來西亞餐廳啊 為什麼 這老街耶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的一些 就是新馬一帶的一些移民 他們其實都是從中國的南部 各省過去的 特別是海南島 那新馬的食物你有沒有吃過 我想一下 我印象中好像 隨便講個三樣好了 有名的 摩摩喳喳 菜嗎 摩喳喳泰國的 那個炒米粉 新舟炒米粉 還有呢 肉骨茶 肉骨茶 對 你有沒有聽過海南雞飯 有 有對不對 那其實在海南島這邊呢 有四大名產 其中一道 叫做文昌雞 它的那個外觀啊 跟那個整個那個感覺 其實好像跟那個海南雞是很像 海南雞飯是很像的 真的嗎 對 所以其實我這一次 也想要了解一下說 到底這個文昌雞 跟海南雞飯的差別在哪裡 原來如此 難怪我會覺得 這裡的建築風格 跟東南亞華人聚集區很像 原來海南島移民到東南亞之後 也把海南雞飯傳到當地了 不過一哥 不是我不願意相信你 雖然網路的資訊發達 但是也不一定完全正確啊 到底文昌雞跟海南雞的味道 是不是一樣的 我想我們還是親自會會它 才算數吧 徐師傅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什麼東西 是那個海南的文昌雞是不是 文昌雞 文昌這個是一個地名 還是說這是一種做法 地名 然後那邊專門產雞是不是 那為什麼這個文昌雞會這麼有名 它冷藻跟我們別的地方冷藻不一樣 不一樣 嗯 它的皮煮熟了也不一樣 皮煮熟了也不一樣 嗯 喔 真的耶 好有彈性喔 對 你要怎麼做 像這個雞要怎麼做 不用先處理嗎 要先把它醃過嗎 不用醃過 因為我們這個湯裡面 會有味道的 所以你的那個湯裡面是有蒜頭 薑 薑 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藥材 還有一些藥材 那你那個高湯的來源是什麼 是水還是什麼 是南骨頭水來熬了 哪一種的 豬的 豬的龍骨 嗯 你要開始了嗎 現在開始 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了 好 好 所以先 我們是要燙一下 先燙一下 讓那個皮膚用 讓那個毛細孔縮起來是不是 緊實一點 好 然後再放進去煮 再放進去煮 開口煮10分鐘 然後再關火 關火10分鐘 所以煮10分鐘 然後燜10分鐘 10分鐘 所以好吃的關鍵在於 是用燜的對不對 它不是用煮的對不對 對啊 它的肉質有夠溫 這樣它的肉才會比較嫩對不對 就過來 師傅說文昌雞主要是選用 海南文昌的土雞 沒有文昌的土雞也沒關係 你知道做法 也能做到八九成像 首先要汆燙三到四遍 不僅是讓雞皮的毛細孔收縮 更重要的是在拉的過程 能讓被挖空的內部接觸到湯汁 讓內部的雞肉跟外皮 可以維持同樣的溫度 再放下去 肺煮10分鐘 關火燜10分鐘後 拿起來 沥水冷卻 再煮10分鐘 這樣就可以確保湯底 完全的被雞肉吸收啦 好啦好啦 師傅 先把那雞腿留給我 什麼 這個看起來就很好吃耶 因為那個雞湯這樣一直噴出來耶 對 師傅 我覺得那個腿好像 有話要跟我說耶 我可以吃嗎 可以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真的嗎 真的 它這個真的是 有沒有油油亮亮的耶 你看 機子滴出來有沒有看到 在這邊 它一直滴出來 師傅那我吃囉 不好意思 你在舔什麼嘴巴呢 你在舔什麼嘴巴呢 你在那邊 他在那邊 在那邊這樣 不用醬就很好吃啊 你高湯滷水真的弄得很好耶 不用醬就很好吃 你看這個煮得有多爛呀 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改叫做 尋子雞有沒有 連熟了這個雞湯 都不想要放過它 好好吃喔 這個雞 我的天啊 師傅 你這隻雞我全包了 文昌雞的外皮 就像嬰兒皮膚一樣的嫩 肉質又像嬰兒的臉頰一樣的Q彈 而且因為它完全吸飽湯汁的 根本就像是一邊吃肉 一邊喝雞湯耶 豆豆 你趕快來 名菜上桌啦 這個很好吃喔 我剛剛 然後加上它的廢料 這個要沾這個 沾這個 對... 這個是上面這是... 花生油 加上那個薑 薑是不是 生薑... 但這個的沾法就跟海南雞 不太一樣喔 因為海南雞 我看都有沾那個醬酒 那有兩種 有一種甜啦 對 這是比較香 然後我們這邊是主推的 是這個醬料 我們這邊來煮的 是這個醬料 是不是很好 很好吃的 應該 哇 太厲害了 而且它的皮好Q喔 然後它在煮的時候 應該是那個雞油跟那個雞肉 已經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它雞油很香 然後它的肉煮得非常軟爛 其實剛剛我在吃的時候 那個攝影師 他們已經快要瘋掉了 你們那個米飯會用煮這個雞的湯去煮嗎 一樣 跟海南雞飯是一樣 對 海南雞飯一樣的 如果滿分是10分 我覺得我會給10分 因為剛上桌的時候 會以為它只是平凡的白斬雞 但是吃下去後才發現 它根本就是雞中之王耶 不油不膩 鮮甜又多汁 特別是沾了這個醬汁以後 更提升雞的香氣 我想接下來 同為海南名菜的河樂蟹 一定也很好吃 這個螃蟹看外表就很誇張 這個是另外一個 這是蟹膏嗎 河樂蟹膏 河樂蟹 這麼酷啊 河樂蟹是一個地雙 但是生產出來的螃蟹是特別肥 對 它那個膏是粉粉的 怎樣 肥美喔 沒有膏的是不是就河樂蟹了 關鍵的河樂蟹的底線就是膏 肥 對 它的膏應該比一般的螃蟹多很多吧 我覺得它的膏吃起來 有一點像是鹹鴨蛋黃的口感 它跟大甲蟹不一樣 大甲蟹的膏是比較硬 對 我們的河樂蟹的膏 是比較軟 粉粉的 這個蟹膏真的是多到 讓其他螃蟹都會嫉妒耶 師傅說河樂蟹主要是用蒸煮的 不是什麼特別的做法 也不是特別單止哪一種蟹 而是河樂這個地方因為水質的關係 所以才能生產出特別肥美的螃蟹 喜歡蟹膏的你千萬不能錯過喔 接下來師傅說要介紹一道 特別的秘密料理 這是恐龍蛋嗎 好像巨大的番薯喔 對啊 還有一點點燙耶 對啊 燙燙的 對啊 這好特別喔 而且這邊有一個這個耶 這是可以吃的東西就對了 對 對 這個要怎麼用啊 感覺是要把它打開敲開 敲開 敲開 它感覺是個泥巴耶 這是泥巴 這是泥巴 這是什麼泥 你們猜一下吧 裡面有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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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看 它有鋁箔紙 包在裡面耶 而且你們聞到一個香味 還滿香的 用 把它打開 我看到 那個鋁箔紙 好有趣喔 所以太天生 那師傅這到底是什麼啊 對啊 這個是我們自己製作的 火山梨 文昌雞 所以它這裡面是 文昌雞的另外一種做法就對了 好香喔 這雞也太帥了吧 有沒有 這顏色好漂亮喔 有沒有看到 有夠精狂 厲害的 香不香 好香 超級香 這顏色也烤得太好了吧 所以這是文昌雞的另外一種做法 對... 真過癮耶 雞腿 對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它那個汁 對 非常多汁 一整包在裡面啦 好 女士優先 妳要給我 讓給妳吃... 妳要給我 太棒了吧 讓給妳吃 真的是太香了 讓妳看看 怎麼樣... 不得了 這好好吃喔 它的汁很多 而且它的肉很Q彈 很有彈性 而且肉好肥美喔 是不是這樣 好好吃喔 特別好吃 而且 你有沒有看到它那個雞啊 它跟剛剛水煮的那個文昌雞 不大一樣是 它這個膠質感覺有更把它逼出來 所以你這樣子 這個嘴巴會有沒有 有膠質的那種感覺 有... 對... 黏住嘴巴的那種感覺 有黏住嘴巴的那種感覺 這種做法就是更能鎖住它的原汁 然後更能鎖住它的香味 而且它的汁真的比剛剛... 另外一種做法多很多耶 不一樣的 對 不一樣 這個文昌雞真的太厲害了啦 不管是做成白切 還是用火山泥去搖烤 都是這樣鮮嫩多汁的耶 而且千萬不要浪費這個搖烤雞 流出來的湯汁精華 真的非常下飯喔 沾子雞肉吃更好吃 對了 壹哥 我剛剛稍微搜尋了一下 聽說來海口有一件事情 特別是像你這樣帥氣的老爸 絕對要去體驗的喔 帶你喝一下下午茶 下午茶 怎麼樣的下午茶呢 一個很特別的下午茶 真的喔 那有多特別呢 因為這也是當地人介紹我的 我們要問一下 楊大哥 你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下午茶多特別嗎 這個是海南比較... 比較獨有的一種下午茶的方式 它的名字叫做老爸茶 老爸茶 對 所以說你看一下 基本上都是以南的比較居多 對 我發現輕易色的都是男生 基本上是看不到女生的 嗯哼 對不對 那那個老爸是... 真的是爸爸的那個爸嗎 對 就是爸爸的意思 對 爸爸的爸 爸爸能喝 這個也不是 它是一個... 因為海南島過去是島嶼 基本上很多漁民 大家知道出去打魚很辛苦 所以在海南島的 這個男人的地位會比較高 他們只要是回來以後 基本上是不用幹家務 然後下午就會來這裡喝喝茶 所以這個就是男人的下午茶 那我發現一件事 在台灣是女生的地位比較高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都是女生在喝下午茶 好像也是這麼說 因為台灣男生 現在不用出去捕魚了這樣子 沒關係 都給你說 在台灣是男傭 到了海南島就變老爸 聽楊大哥說 老爸茶的規模 曾經大到好幾條街 店內的生意好到 老爸們常常還要找個小桌 幾個人圍坐在店外 從下午喝茶再配個小點 等到晚飯時間到了才回家 不過因為政府城市的規劃 現在已經看不到這種景象了 但是老爸茶的文化 依然存留在海南島中 所以這個老爸茶 到底要怎麼喝呢 這樣放眼望去 你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像不像我們在台灣吃養茶 很像就是很港式的風格 跟廣東的那種飲茶好像有點像 師傅 那這裡什麼好吃啊 什麼東西好吃啊 什麼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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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餃子是不是 什麼餃子 韭菜餃子 我們來一份韭菜餃子 好 我拍到一個特別的 我想我會 師傅可以搭一下這個嗎 然後搭 你看這個 這個是甜的吧 這樣每個都好吃 姐姐 別跑 別跑 來…我問你 餃子是用炸的啊 炸的 對 直接用炸 不是用蒸的啊 蒸的也有 炸的也有 但主要是吃炸的是不是 對 現在主要是炸的 我選炸的 那邊炸的那邊 我選炸的 我吃個炸的好了 我覺得滿特別的 姐姐我這是要什麼 這個是炸涼糕 炸涼糕 也是炸 五股炸涼糕 炸涼糕是這種 對 炸涼糕 好耶 那還有什麼再見的 現在有烙餅還有炸麵餅 那什麼 烙餅還有炸麵餅 粽子好不好吃 好吃 給你們試吃炸的 我喜歡吃粽子 粽子啊 粽子也有 有嗎 這個嗎 我還以為那也沒有了 對粽子這個也有 你喜歡的 對 欸 這邊有麵包 我們小時候還在拍 我們有點關係 我們現在有麵包 這個現在這裡 然後我們來吃炸燒包 還有炸燒包 炸燒包 老闆妳好 炸燒包 有什麼推薦給我們的 炸燒包 一定要吃的 好 炸燒嗎 對 對 這裡也很好 那妳幫我推薦一個 鹹的 一個甜的好不好 真的 鹹的 是嗎 這個是鹹的 炸燒包要不要 好 好 來一個 那這個呢 這個是有三星包 是三種口味 喔 有三種口味的 這也蠻特別的 妳想不要選一個 妳喜歡吃的 我喜歡三個口味的 三個口味的 好 好 來 太不公平了 為什麼老爸下午茶 吃這麼好 海底餐廳有美景 這邊是最道地 有沒有 最實在的 OK 太豐盛了 我們這根本跟過年一樣 對啊 真的是他跟你太好的 對 我們太好了 其實正宗的老爸茶 只有這兩種 就是一個包配上一杯茶 還簡單的 對 一定要紅茶 而且呢 要不要先喝 湯啊 好多糖喔 等一下 我不知道 小一小的 等一下 老爸也喜歡喝甜的 這個很誇張耶 為什麼會這麼多糖在裡面 然後呢 你是這樣 根據你喜歡喝的甜度 然後你可以選擇 要不要把它攪雲 如果你不喜歡攪雲 你可以直接拿起來喝 然後呢 喝完以後呢 再接著喝 再加茶 加水 對 OK 而且它是用湯匙來喝紅茶 這樣喝 對 就像西蘭紅茶 西蘭紅茶 然後呢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這邊的人呢 基本上是這樣的 從四點鐘到這裡 他們可以一直喝到六七點鐘 才回去吃晚飯 為什麼呢 回去老媽把晚飯做好了 他們才回去 對 然後呢 他們在這裡就是聊天啊 而且老爸們基本上 下午的時光都在這裡 我們先吃一下這個 餐包好了 對 OK 剛剛那個老闆說 這是叉燒包嗎 喔 這跟我們想的不大一樣耶 它裡面感覺跟我們吃到那種 港式的叉燒包完全都不同 這個很有意思喔 它是真的是像那個 叉燒包裡面的內餡 只是它沒有它那麼甜 然後這邊有那個洋蔥啊 跟那個 一些叉燒肉 我覺得你可以把它 它想像成是那個 我們吃鐵板燒的時候 它不是用那種鐵板豬柳的 然後它把它烤甜一點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 麵包裡面 那這個麵包其實就很像 我們在吃那種 傳統蔥麵包的那種麵糰 還滿特別的 你看我的這個 我會選它是因為我覺得它很有趣 就是我平常在麵包店啊 看到這種 就是裡面是沒有包東西的 就是甜甜的麵包而已 可是剛剛它說這裡面有三種口味 對 所以我就很想看到它 到底是哪三種口味 芋頭 芋頭 而且我好喜歡它外面火了一層 不知道是什麼甜甜的 甜甜的 甜甜甜甜的 它口感好棒 好厚一層喔 好鬆軟 豆沙 豆沙 我現在吃的兩種口味都是甜的 看有沒有鹹的 它剛剛就說甜的 怎麼會有鹹的 它有三 喔 鹹的 是嗎 鹹的 它剛剛哪有時候都甜的 好 我跟你說對不起 這個裡面是叉叉喔 跟我那個是一樣的 跟它那個是一樣的 一樣的 好有趣喔 因為它點這個比較划算 這個好好玩喔 一包三吃 對啊 欸 沒想到老爸的下午茶 根本就像在挖寶一樣 每吃一種茶點就有不一樣的感受 除了麵包還有港點和炸物 每天點也很難重複 難怪老爸茶的文化 能夠保存到現在 看豆豆剛剛得意的樣子 我覺得我加點了這個炸餃子 味道絕對不會輸給他 我還滿想要吃這個餃子的 因為剛剛看那個師傅在炸這個餃子的時候 我覺得挺特別的 而且它炸得很好 像元寶一樣 對 加點這個白醋 加點白醋 我想要先吃原味 聞到 好脆脆喔 這個餃子炸得很好 它外面是非常的酥 然後裡面韭菜很紮實 一口咬下去是這個酥皮的命衣 然後跟韭菜的香味 我個人是覺得 不用沾醬就好吃了 還不錯吃 好過癮喔 所以喜歡韭菜裡面 滿滿這麼紮實的都是韭菜 我默默的發現 你們有沒有看我後面 我們剛剛進來還好 現在已經是全部都是人了 真的不到四點鐘 現在已經全部通通都是人了 我在這邊講話要用吼的 對 好大聲 好熱鬧喔 快要聽不到對方的聲音了 還好我們來得早吼 對 再晚一點就全部滿了 根本沒有座位 那假日是不是更多人啊 起碼每天都一樣 每天都一樣 每天都一樣 然後我剛剛看這邊 我覺得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發現因為這邊 常常的老爸來 所以他的裝潢設計也還滿Man的 你知道他的桌子 它是用那種水管的造型 是工業風格 我們的桌甲是那種水管 還滿酷的 男生會很喜歡的風格 有沒有可能是舊時代留下來 難得用回收的 哪有 好啦 我想是因為老爸茶的氛圍 真的很特殊 所以才讓痘痘 對店內的裝潢擺飾 也特別的好奇 我覺得對海南島的老爸們來說 喝茶不僅是一種午後享受 也是在忙碌的生活當中 偷一點人生的喘息 這次來到海口的棋樓老街 讓人從現代的迷茫中 找回價值 其實舊不一定會退潮 被保存下的歷史 更能展現民族的自信 就像在老房子中 被傳承百年的海南粉一樣 越吃越有味道 也許我們需要一個時間穿越 回到過去 找回最初的感動